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 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很難過 好像突然被人遺棄的感覺 因為想也沒想過 哎呀 怎麼突然不簽全新合約 幾乎兼職都不是 因為一展示是要你做事才有糧出 不做事是沒有糧出的 所以兩年前他跟我說 我對著他們大家不敢哭 以為我失控 但是我一路下去停車場拿車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哭了自己 好像真的好像被人不要一樣 我今年70多年上算不錯 健康都是過得去 已經很驕傲了 總之現在只好上邊肯連吻一下我 給我多些記性 讓我記到我的劇本 繼續可以演戲 最重要是看我 你不要再搞我 我不喜歡有盆的 人家一說求婚 我已經在這裏太平山 我爛了一個獅子山 非常之不錯 我們有工人洗 我爸爸多英俊 高高白白正 當年他年輕人又有環境 最重要是有錢 那些女人當然要喜歡 我爸爸有幾個老婆 程可惟屬套 今年72歲 他保養得宜 五呎七吋身高 穿上高跟鞋之後更顯高挑 一身套裝端裝優雅 握你十年話 六十出頭都肯定有人信 他英文名Rainbow 因為覺得彩虹美麗 而且色彩繽紛多變 好像他那樣 1972年 第一屆藝員訓練班畢業入行 事業如入方中之際 就跑去移民 成功轉型做了地產經紀 又走回來拍戲 以前是御用媽媽 近年是御用媽媽 他的樣貌從來都不是驚為天人 但力練令到他很耐看 穿古裝像皇后 穿時裝像池帽 永遠散發著親和力 香港人肯定在人生某些歲月裡 是過程可惟 有景的甚至光顫過他賣樓 他早就畫出彩虹 近年被無線由全新合約 轉為一蘇制 你以為他會炒炒鬧鬧 二蘭萍? Sorry 那個不是他性格 如果今年我才只有20歲 我根本就體會不到 因為我們有上一年幾天 想起是有些經驗 他有智慧 更加有記性 背對白難不倒他 最近就在拍港台劇集 《我們的畢業禮》 天大地大 從來不止一間電視台 在說近況之際 程可惟想起一段有趣的往事 工心計第一天開工 就拍他被趕出工的那場外景 那天他一身平民素服 化了一個慘養 剛好天色灰暗 掛著大風又下著雨 彷彿連天都替他淒涼 其實劇本我還是不清楚 只是大江知道我要被趕出工 即皇宮 那我就用一個假詞 當TVB趕我走 馬上就什麼情緒 什麼不開心 那些眼淚 全部 就全部走出來 那時是2009年 一個大家仍然會追看TVB的年代 只是慢慢沒猜到 當年用來入戲的好竅 竟然埋下了一個語言 兩年前 他不獲包身續約 50年賓主之情 以為農德化不開 原來不過淡如水 很難過 好像突然被人遺棄 那樣的感覺 因為想都沒想過 哎呦 為什麼突然不簽全身合約 幾乎兼職都不是 因為一表演 是要你做事才有糧出 不做事是沒有糧出的 所以兩年前 他跟我說 我對著他們 大家不敢哭 以為我失控 但是我一路下去停車場 拿車的時候 我就在那哭了自己 好像真的被人不要 他情緒低落了一會 正確一點說 三天那麼多 三四天而已 要多久 因為現在變了 所以我一表演 就多時間 有自己的空間 就可以接拍出來的工作 不過我都不敢太忙 因為有所一年多 我怕身體承受不了 就會更損失多 你要將心比幾 過去這三年幾四年 大家生意經濟各樣都不好 所以你很難怪一間上市公司 他要折搖 他不是遺棄你 只不過呢 就是轉了一個方式 和他相處 那就開心很多 想通了就沒事了 程可為樂觀 豁達 還帶點跳皮 當年入娛樂圈 不是發明星夢 純粹為了打份工 他中學畢業之後 同一時間投考了四份工 無線訓練班 麗的訓練班 國泰航空 日本航空 除了麗的之外 其餘都取錄了他 但媽媽不想他離開香港 於是選了無線 考試呢 要考讀新聞那把聲音 要做一個瓦劇 最難倒我呢 就是唱歌 那糟了 突然考試的時候 她說要唱歌 我頭都大了 後來我突然想起 不是呀 唱歌沒有規定什麼歌 那我就唱 Winston tastes good like a cigarette shoot 她即場演繹了70年代 紅極一時的洗腦歌 歌聲月耳遼亮 完全聽不出 起一把年過70的桑子 她是訓練班的積極分子 老師曾有後想找同學演死詩 沒有人有反應 只有她舉手 她肯薄肯捱 中心有自知之明 訓練班途中 知道配音組請人 她就膽粗粗去試 因為我覺得我不夠美 那如果遲些年紀大些 那時候不美 就不請她 但如果配音就不一樣 配音看不到樣子 只聽到聲音 那我就上去試 誰都知道一試 又失敗了 我想想想 我說話這麼清楚 為何會不合格呢 配音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半世紀前的往事 她仍然記得很清楚 更難忘的是 曾經做過年半附警 編號A6006 每日人工31元 因為那時候讀訓練班 還沒簽約 沒有錢 穿衣服 車費 還要跟媽媽拿 附警的時候 晚上還是要上課 因為我拍民間傳奇 遲了放工 警官 即是我們的老師 教我們那個 就不喜歡了 不喜歡我遲到 那時候我的肩膀是A6006 她就跟全班同學說 A6006今天遲到 所以全班同學都要陪她一起 出去操場跑 就把我整班同學 三十多人一起 跑操場 隔了很多年 我都不記得那些同學的樣子 哪有記得 有呀 有同學記得 A6006 大家都記得她 因為她很快成為了電視台藝員 那個叫楊連貴的A6006 已經改名做程可惟 老師說 你一定要快點決定 你們 因為這個名字是用了一輩子 以後那些觀眾 就認識你這個名字 就認識你這個人 我書讀得少 半個小時內我就改了這個名字 這個中文名字我改得很好 前程可惟已經是很有意思的 我很喜歡 自己要做的又做到 程可惟絕對沒有改錯名字 21歲入行 一直劇接劇 從未間斷 最初是民間傳奇的台廚 75年憑成風破浪 站老頭角 之後的楚留香 京華春夢等等 都有她份 由少女做到人妻 83年拍完神都合女之中的孫畢 突然移民加拿大 當時有些同事問我 你是不是結婚 我說不是結婚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我家裡外面沒有任何家人 是外國人 我想想如果他們讀書 不做那邊的公民 你交學費都很貴 如果我們移民了 做了他的公民 他們受教育又可以好些 費用方便又節省很多 當時認識了扮移民的外國律師 既然有資格移民 就姑且帶他們一起去 她是家裡的大姐 行事爽快利落 決定移民之後 說走就走 毫不戀窄幕前 完美演繹段寫理 為何不捨得 當時讀書考這份工作 我想是一份工作 不是說我要怎樣爆紅 我要怎樣出位 你只要有工作 怎會無緣無故覺得自己寂寞 香港朋友看死他三個月回來 結果在溫哥華一住就十五年 他性在背關劇本既性好 狂溫書下還考到地產經紀牌 華人社區都幾吃得開 是TV第一期出身 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 聽到我那些不好的行為 覺得停我為這三個字 都值得順賴 想在那邊賣廣告 做經紀 打個名字出來 香港很多新移民 或者想去做移民的 都會打個電話 帶他們看一下屋 希望能做一整個生意 也知道香港人很心急 來的時間又短 不過我很勤勤 我喜歡錢 我一天可以帶他們看十間屋 他們來四天可以看四十間 我總不相信四十間 你沒有一間是對的 你不要以為我看幾間 我不會的 因為我的目標設定 我一定要做整個生意 十個客人找我 我起碼做得七個 是值得有獎勵 有勇金賺 自己很舒服 很心安理得 如果不是96年樓市轉差 他回香港到聖誕 說不定至今仍然在那邊做地產經紀 他回TVB探朋友 發覺仍然有合約未完 公司提議他做完再走 大概同友請始終莊同友 一早有將近三十年 隨著宮廷劇葉播 他亦由媽媽升為皇后 好像紫禁驚慮的孝莊文皇后 當年更獲得萬千聲揮班獎禮 最佳女配角提名 他從來未推過劇本 眾司角色大多數都是二線 都敬業爬業 說真的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厲害的演員 我的演技是一般的 不過如果有劇本邁到來的時候 我就盡我的力量去做 真的不用說一定要追求那些 所謂主角 獎狀 但我很欣賞觀眾喜歡我 買菜 搭的士 見到碰口碰面打個招呼 聽到別人的讚 我喜歡看你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演戲是程可惟的興趣 亦令她生命添上無限色彩 朝一日仍然能夠演 她都不想退休 電視城內兒孫滿堂 現實生活中她選擇獨身 你不要再搞我 我不喜歡有盤 她說得斬燈截鐵 假設 結婚 我結婚是否她的太太 我是否應該照顧她 喜居飲食 是否應該 心如玉女 不是叫你生菌 生一個也是要生 大哥 你生她出來 你也希望她能夠好好地成長 嘩 又要出去做事 又要照顧對方 我做甚麼事這麼辛苦 兩個人的相處 如果不是整個一起 你體會我 我體會你 難保有第三者走進來 嘩 搞那麼多複雜的事 不要了 譬如你有不舒服 你那一半 先救不救你 找醫生才救你 你是不是被人麻煩 又擔心 又要照顧你 可能自己也幾十歲 可能自己一吞開 又是十幾種藥丸要吞 那首歌 他朝總會身外過 何必呢 她滔滔不絕 立場堅定 貴近究底 是因為從小硬見父母吵架 因此從不嚮往婚姻 非常之不錯 我們有工人洗 同仇兩餐和宵夜 我爸爸挺帥 高高白白正 經常笑 當年年輕人 最重要是有錢 那些女人當然要喜歡 當然沒有我現在這麼坦白 經常騙這個騙那個 才騙到回來 否則怎麼騙 就不止一個老婆 三個 母親在九龍城 經營開機酒家 母親在酒家對面 經營小立店 家裡還有店售租 環境中上 其餘兩位太太和其他兄弟姐妹 不是同住 但只是一階之隔 唐心峰部劇情 隨時融入家中 我沒有說去爭寵的 我沒有 我自己有本事 找給我自己 我為什麼要欠這個 欠那個 很多爸爸媽媽都很疼我 但那時候我很純的 沒有現在這麼兇死的 你從小到大 一沒聽到他們在那裡 濕濕的東西又吵架 家無寧日 難得一天不吵架 一起坐下吃一頓飯 都好像中六合彩一樣 他們給我一個實例 就是我了 如果我都不省水 我豈不是很笨 你看不到先兩日的新聞嗎 你曾經愛過的人 你可以這樣 都很恐怖的 那我不惹他們了 我就有這個安全感 他當然也拍過拖 十個女孩 九個恨價 程可維是第十個 年輕人有誰不拍拖 我又不是那麼醜樣 沒有什麼人能夠令我心動 別人一說求婚 我已經在這裏太平山 彈了過去獅子山 好喜歡都不行 I am sorry 快點去娶個第二個女人 那些女孩子又乖又聽話 又不會好像我那麼喜歡做事 又不會好像我那麼兇死 又不會好像我那麼要求那麼高 選個 嚴肅一點的 要求不要那麼高的 平和一點的 和你一起爬 那就會夫妻恩愛 我 不是你們想要的人 做朋友 我是一流 做太太 我是絕對不合格 以為她的生命拼圖缺了一塊 哪裡有 所謂的缺失 只是世俗的價值觀 誰說女人 一定要結婚生子 才叫幸福美滿 她熱愛她的生活方式 豪情莊羽 甚至好像男人一樣 我都不信永遠的愛情 我不想被人說 我寧願不負責任 我想得很清楚 從不後悔 我現在很夠膽說 不知覺得多好多開心 也不用顧著 也不用跟別人交代 但都一天吵架 都不做為物 那麼重要嗎 是否因為生活 你要依賴別人給你 所以才那麼重要 當你不需要別人照顧 而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己 Stand on your own feet 她的不分主義未必個個認同 但我們應該尊重 她自給自足 生活一直過得舒適寫意 她不追名牌 也不帶首飾 平日最大的支出就是吃 她很喜歡吃 IG常常在美食 是啊 她會玩IG 更生都很頻密 南非鮑魚 近期我覺得是最美的 又厚又大隻 我買了回來 將切片 不斷打開 鹽也不用放 放進嘴裡 吃四隻 半斤差點的豆苗 我就飽了 不吃飯 都調味品 未必對你身體有益 她在加拿大15年 一天游完水才上班 身體底子打得很好 近年唯一毛病是幾年前拍劇的時候 意外跌倒 令到尾龍骨斷裂 無法完全康復 至今仍要定期做物理治療 她於養生之道 是少肉多菜多運動 少吃調味料和化學品 我見到有些朋友 跟我約吃一個早餐 一打開 十種八種藥丸 我連維他命C都不吃 我寧願吃生果 她不缺少飯腳 不受寂寞 本來有無牌相伴 但十歲的松書狗 在兩個月前突然心臟病發 想到外勸畢業 她才閃過一絲悲傷 其餘的一切皆好 托賴我今年七十多 尚算不錯 健康都是過得去 已經成了冤案 現在最好就是平平安安 無事無非 現在最好上天給我多些記性 讓我記到劇本 如果我的記性還可以有能力應付 我會繼續 最重要是看我 彩虹雖然來自黃昏 但精神爽利 無事掛心頭 絕對是人間的好時節